大家好!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 會有點顛覆你對現實的理解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空間是不是真的存在?聽起來好像瘋了 但這個不是我說 而是越來越多物理學家開始懷疑 空間可能根本不是宇宙的基本構成 而只是一張由關係構成的網 對了,聽起來好像玄學 但其實這個說法是出自現代物理的最前緣 今天我們就一起看看 為什麼有些科學家會說宇宙根本沒有空間的關係 我們先由一個簡單的想法開始 平時我們講空間 會覺得很自然我坐在這裏 你坐在那裏 中間有距離、有方向、有位置 但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空間本身 我們只見到物件和物件之間的關係 例如你距離我一米 那支筆在上面 月亮在天上 這樣看 其實我們感受到的 只是事物之間的關聯 空間 好像只是用來形容這些關係的一個背景報 這個想法 其實早在幾百年前已經有人說過 牛頓就覺得空間是絕對存在的 就算什麼都沒有 空間都還在 但另一個大師萊布尼茨 就不同意 他說 沒有物件 就沒有空間 空間只不過是物體之間關係的一種表達方式 聽起來好像哲學之爭 但現在的物理學竟然開始證明 萊布尼茨可能真的講中了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去到量子物理和重力理論交匯那裡 問題就出現了 當科學家試圖用量子力學去描述空間本身 他們發現 在最細微的尺度 所謂普朗黑尺度裡面 空間好像不再是連續的 而是離散的 一格格的 簡單說 就好像你放到最細體 一塊布原來是很多閃膠織出來的 在宇宙最根本那層 空間可能只是由一些連結點構成 有些物理學家 例如卡洛羅韋利 就提出了一個理論 叫環量子重力 他說 宇宙其實不是存在在空間裡面 而是由一大堆關係構成 就好像一張巨型的關係網 每一個節點 就代表一個事件 或者良子的狀態 他們互相之間的關聯 就定義了空間的結構 換句話說 空間不是背景 而是由關係生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這麼想 好像Facebook那樣 你看到有個社交網絡 但其實沒有一個實體地方叫Facebook世界 它只是存在在一大堆人 和人之間的關係之上 宇宙可能都是這樣 我們誤以為有個空間包著萬物 但其實 一切只是事件之間的互動組成 講到這裡 有些人可能會問 那麼我現在坐在章椅裡 還不是在空間裡面嗎? 理論上 你是在一個關係牆裡面 你的原子和章椅的原子之間 有一堆物理關係 電磁力 量子糾纏 粒子交換 當這些關係穩定下來 我們就感覺到你坐在這裡 但那個地方本身 可能根本沒有獨立存在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推論 在量子糾纏裡面 兩粒粒子可以相隔幾光年都即時影響對方 如果空間是真實存在的 這件事應該不可能發生 但偏偏它發生了 所以有些理論就說 空間只是一種幻覺 它其實是由粒子之間的關係編織出來的 當兩個粒子糾纏得很緊密 它們之間的距離可能就變得沒有意義 再看反另一個角度 在黑動物理裡面 有個叫詮釋原理 Holographic Principle 的概念 它說 一個三維空間裡面的資訊 其實可以完全處在二維標面上 就好像宇宙只是一張巨型頭影 即是說 我們所見的空間深度、距離、位置 可能全部都是資訊之間的關係 在演化中產生的駕像 那如果宇宙真是一張關係網 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粒子 都是這張網裡面的一個節點 我們的存在不是一個孤立的點 而是與無數其他節點的連結所形成 這個聽起來很科學 但其實又很哲學 存在不是一個靜態狀態 而是一種不斷變化的互動 你與世界的關係就是你存在的方式 這樣看下去 宇宙好像一張永遠不停的舞台網 每個粒子都在互相影響 互相定義對方 沒有空間、沒有背景 只有關係與事件在發生 聽起來可能有些像佛學說的緣起聖空 萬物都是因緣互動而生 沒有固定的本質 原來物理學走到最深 都開始講緊差不多的東西 這樣 所謂我在哪裡 這個問題 可能根本沒有一個真正的答案 因為哪裡不存在 存在的 只是你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所以 下次你抬頭看著星空 想想這個畫面 那些閃閃發光的星 可能不是掛在空間裡面 而是在一張模型的關係網上閃動 而你、我、同它們 都是這張宇宙大網裡面 一個小小的節點 但又是這個網 另一次變得有意義 那 到底空間是真實存在 還是只是幻覺 或者 所謂存在本身 就是一種關係 大家想想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關係 我還會存在嗎 對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都覺得這個宇宙其實多神秘 記得like和subscribe 下次我們再一起 拆解這個假象宇宙背後的真面目